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这八个字 你若能懂 你就透彻了 但是这八个字只是知识 并不代表每个人能够清楚 为心和为实 极是旺 无论你现在所看到的 所展现的一切 统称为万法 而它的作用是旺 它有生有灭 它的现象也是旺 因为那是由各种因素条件组成的 你所看到的一切人 事 时 地 物 所有的现象皆是虚幻 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众生 会生死轮回 会这么痛苦呢 以最根本的讲法 所有的由来 皆从无明二字而来 因为无明 你创造了身心 和创造出你所认知的世界 这叫三界维新 你只取 地 水 火 风 四大合合 变成你的身体 你把外面六尘的境界抓着 变成你的心 望心 即是六尘境界的倒影 投影于你内在的感觉 变成心实 三界维新之心 只望心 即意识 根 尘 十 此三者 合起来就叫做 我像 接着 才有了之后的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的分别对待 我像一破 后面三者 西皆破除 现象是虚妄的 作用是虚妄的 连本体 也不可直取 甚至 无名 亦非真实 骨牌效应已经产生了 它不是真实的 那么它所生的全部都是幻化的 鼻 变成 秘之众生 幻生灭 故 幻心 易灭 幻心灭 故 幻尘 易灭 幻尘 灭故 幻灭 易灭 幻灭 灭骨 非患不灭 所以 身 心 世界如患 当离一切虚妄之下 清净之佛性 便现前 古说 譬如魔镜 够尽明线 善男子 当之身心 皆为患够 够相涌灭 十方清净 佛性 你用想的 是想不出来的 所谓 言语道断 心形触命 佛性 实非语言之所能宣说 亦非众生 已生灭的心 可思量 分别之所能及 说你有佛性 说你本来成佛 也可以 我用一个圆圈 代表虚空 代表你的佛性 虚空 本来没有花 是你自己眼睛不舒服 幻化出一朵花来 你可以说虚空 生出花吗 所以 不能讲佛性 生出无名 这个道理是很深的 六祖说 无端起之见 着相 求菩提 一念无名升起 物质和精神现象 都变现出来了 你又会追问 那么无名 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你这样的问法 就是脑袋 而脑袋的概念 一定要有前因后果 一般人会解释说 无名 是从无始节来的 这并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只是说 无名 很早很早就开始来 但还 并未讲出 它从哪里来 无始 没有开始 你探讨 无名是怎么来的 我跟你讲 它没有开始 而你的脑袋 却已有始有终 要去追求开始 如同有人问 梦从哪里来 梦中的人 不知是梦 所以不会去问 梦从何而来 梦醒的人 已知是梦 所以 更不会有这个问题 文后思维 你明白 心识的作用了吗 心平 何劳持戒 行职 何勇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师开始 感恩达观师父教诲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 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